我們當然對於艾成這一次的事情 感覺到很不捨 也有一些愛痛 但是我們其實有一個未來再見面的盼望 就是我們他是先買一張機票到另外一個地方去 未來我們會再相見 那今天就是我們來送艾成最後一場 也來帶著一個感謝跟歡送的心情來聽他唱歌 因為我跟艾成真的是很久 他在聽舞伏店的時候 他唱歌開始就會去看他 然後後來抄我主持的時候 那時候薛哥想訓練他成為主持人 所以那時候我們兩個常常一起搭賽 不管是一些海選或者是一些現場live 然後他就是一直開朗開心 然後在那個時候他一直在保持他的身材 他每天都只吃冬粉 然後他只吃冬粉 因為他說不行嘛 因為公司要體重控制 然後他就是一個非常自律 然後帶給人家歡樂 然後你只要跟他講說 什麼事情他會記得非常清楚 他真的就是我們每個人身邊的一個 帶給我們歡樂的天使 對很開心 所以最後一次跟他聯合是什麼時候 應該是一個多月前 他那時候他也還很開心 因為那時候我跟他說我身體出狀況 他就說不會加油沒事 我幫你禱告一定沒有問題的 然後就沒有想到會這樣子 其實我也說錯愕 好像本來說在三個禮拜要辦 在馬來西亞辦婚禮對不對 對 其實我們前一天還有一個 在他離開的前一天 嗯 那其實很意外 那彤彤現在狀況還好嗎 因為大家都蠻擔心他的 就是 還需要一段時間慢慢的恢復 我想這個是一條慢長的路 我們記憶中 在最後這段時光 我們 我跟乃欣 呃 就 跟他 有 陪他的一段時間 然後 我們的記憶中 其實艾成一直都是很開心 然後 很搞笑 然後 跟我們一起唱歌 我們一起聚餐 還到我的吉他房去彈了吉他 然後 我拿了很多很珍貴博物館的吉他給他彈 他開心的呼呼籠嘴一直哇哇叫 然後我們也談了很多很多的心事 艾成一直只能一直跟國倫講說 他這個最大最大的心願還是唱歌 嗯 雖然這些年大家看到他 都看到他演戲主持節目 然後都很開心 可是 呃我覺得吧 從一開始台灣的觀眾認識他 就是從超偶的唱歌 然後我覺得艾成心中 一直沒有滅了那個火星音樂 他最大最大的願望就是希望能夠上 你要超唱歌 對 所以他那時候就一直問國倫老師演唱會的事情 那國倫老師也跟他講說 晨晨你放心你的音樂夢呢 你找國倫老師 我能夠走過的我就帶你 我覺得今天就是艾成的一個 我們講說他的畢業電影 然後今天都會是艾成的歌 因為在艾成他在就是在上個月 他傳給我最後的一首歌 就是他寫給彤彤的那首歌 我把艾成最後的一個demo 把他用軟體做的一些處理 讓他成為比較完整的一首歌 所以今天會幫你 今天大家會聽得到 我跟艾成是在新兵日記認識的這樣 然後我們相處在一起其實就像歌們一樣 那好像一起當了一年多的兵這樣 然後他現在應該是在天上唱歌給大家聽 然後我希望他在那邊也是可以很開心的唱個歌 做他喜歡做的事情 謝謝 謝謝 謝謝